给我一分钟 老赵老师教你保险 投资理财真热 你跟上脚步了吗 现在大家都流行买一种金融商品 叫做投资型保险 你买了吗 投资型保险到底是投资呢 还是保险 你说它是投资呢 它也有保险的责分 你说它是保险吗 它也有一定的投资的比例 不管你买了没有 老赵老师提醒你 买投资型保险 你必须要留意两个风险 第一投资风险 所谓的盈亏自负 你应该明白这句话的道理 在追求获利的同时 一定会伴随着风险 所谓的风险预筹 就是风险贴水 简单说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第二你买投资型保险 你必须要留意的是税务风险 可能你会以为 投资型保险有保险这两个字 那是不是就一定符合 一阵制法第16条第9款 人寿保险不用记录遗产总额 首先我们从结构来看 投资的部分 它是一个分离账户的概念 所以在国税局的眼里 它是投资 它并非是保险 所以全数要弃度遗产课税 在国税局的认定上面 没有任何的模糊地带 这是你必须要留意的部分 保险的部分 原则上呢 确实符合 一阵制法第16条第9款的规定 但是呢 你也必须要留意 十字课税的风险 以上呢 是老乡老乡要提醒大家 买投资型保险 你必须要留意两个风险 第一 投资风险 第二 税务风险 拜拜